嗨小可爱们 我是你们的蛙妹小堂 今年的狗公司颁奖 竞争非常激烈 去年获奖的狗公司再创佳季 今年新入围的狗公司实力不容小区 而且狗公司实在太多了 蛙妹增设了海外提名 竞争更激烈了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正式进入 第二届蛙里妹狗公司大赏 最具创意奖 顾鸣思义 总能创造出你意想不到的骚操作的狗公司 提名的有 爱奇艺 深夜场馆为何骂身震震 万千粉丝为何当众失态 顶流TFBOX艰难合体 最后竟被公然取消舞台 这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明知舞台没有备案 却为何让他们参与彩排 这是知法犯法 还是另有引擎 让我们走进爱奇艺尖叫之夜 带你体验新型诈骗 月华娱乐 在月华每年都能重新出道一次 短短一年 月华七字变六字 重新出道 打开MV 浮华让人梦回十年前 华请你认清楚 这是土 不是复古 最后获奖的是 时代风俊 他决策最随意 六分最上心 台风少年团重组 飞呀 你怎么不把你的脑子重组呢 台风出道战七进七 百分百出道率 创下宣秀奇迹 他痴迷打击教育 让十一岁的小孩 自己写自己的恶评 问小孩吸血前辈的问题 他热衷洗脑 跟要出道的小孩说 永远不要听粉丝的话 那时代风俊 所在意义 就是在打开眼睛吗 时代风俊 把恶毒贴在脑门上 骚操作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最具创意奖 史智名归 最佳艺人养老院 让艺人签约即失业 进门就养老 提名的有 酷样娱乐 旗下艺人有 一团之名两个出道团 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会想 嗯 艺团之名是什么 酷样隶属优酷 优酷做不好综艺 酷样搞不好爱抖 酷和艺团有多废物 相看完美以前的视频 签约酷样即可享受 初到一年 归来人是素人的极致体验 斯巴文化 旗下艺人有 SNH48 各种斯巴女团和低轻少年团 签最多的艺人 做最糊的公司 这个养老院非常特殊 他圈地自盟 在窝里作妖 斯巴的作风就像他的公司缩鞋一样 SB 国内女团教父 哦不 传销头目 王子杰 话柄 子杰是专业的 不管上不上 不管上不上 听完 味道的我不知道 我们这个好处就是持续曝光 每天都有这么能量曝光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省钱 子杰也是专业的 圈着女团粉的钱去培养男团 别人造梦 斯巴碎梦 立志将旗下的少女偶像 培养成网络主播 斯巴永远资金不足 永远糊 YG 拥有过Big Band 21 乐童音乐家 Winner 等实力组合 入住YG 几个享受不带心养老长假 李夏宜三年不回归 乐童哥哥入前给妹妹写的歌 退伍了人为发表 Winner上升期放他们抠脚 李采琳被耽误了好多年 19年李胜利事件震撼寒瑜 YG和杨菊花的黑历史也被翻了出来 社长杨菊花带头 说GD是Big Band2的根源 朝21长得丑 没凶 嫌弃月童的哥哥向社会不适应者 要求旗下艺人为自己的夜店站台 让IDOL在夜店开粉丝见面会 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见鬼 多行不易避自闭 希望YG养老院的艺人们早日自由飞翔 祝杨菊花早日破产 哇唧唧哇 内于知名选秀养老院 用心做选秀 用脚做运营 撒网式签约 赛网式营业 逮到邀请树就疯狂压榨 剩下的艺人就放任自留 哇唧就是天鱼 天鱼的现在就是哇唧的未来 想知道哇唧有多辣机 想看哇妹之前的视频 最后获奖的是 唉 提名的四家公司实在狗得不相上下 请大家通过弹幕打出你心中最佳养老院吧 不忘初心讲IDOL世纪 这个公司甚至连公司logo都没有 像极了一个皮包公司 公司唯一的艺人 MAPSAN出道及单飞 坚决不合体是IDOL世纪的初心 公司不一夜 坚持当废物是IDOL世纪的决心 MAPSAN解散专辑又叫偶练全国九强单曲集 组合专没有合唱曲 艺人哪一首歌凑数 解散演唱会也敷衍了事 AA都没唱就草草结束 最大的遗憾就是歌曲和剧的还是少了一点 如果有更多的属于9%的作品的记忆留下来 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IDOL世纪 两年来坚守初心 从开始到结束 它都是废物 不忘初心讲 颁给废物到底的IDOL世纪 最会打牌奖 最后 完美班发两个特殊奖项 年度商业鬼才 新派传媒 它深谙饥饮香之妙 陈琴令演唱会开了一站又一站 每一站都说最后一站 它精通IDOL营业之道 把演员当成IDOL包装 演唱会 买周边 祖男团 拍团宗 圈钱模式一条龙 羊毛逮出一家豪 把粉丝当韭菜 疯狂榨取IP价值 怕呀 上一家敢这么搞的可民领域 已经胡尽地心咯 对这种臭不要脸的公司 我们惯例送上诚挚的祝福 年度人物 安俊英 他是选秀节目的里程碑 produce系列支付 没有他就没有101 202 303 404 和国内的偶恋亲女101 他是选秀节目的耻辱主 走监狱路第一人 因为他 孩子们从风光出道 沦为坐票咖 爱纵停止活动 成一出道半年工资都没发 就惨遭解散 没出道的可怜 出道的也可怜 当然粉丝最可怜 这个奖是评委会的私心 安俊英这个狗东西 给我把牢底做穿 好了 第二届 万里妹狗公司大赏奖项 全部颁发完毕 没得奖的狗公司 请不必再接再厉 好胜心太强 是要倒闭的哦 点赞投币收藏本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的爱斗 早日节约 狗公司早日倒闭 2019年 你们心中最狗的公司 是哪一个呢 欢迎在淡漠评论区留言 微博关注娃美 娃美在这里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